今天市政府交通室為了要來改善到違規停車 透過壓上變色系統來進行到感控還有記錄 一旦如果是發行區裡面有違規的車輛 就主動來進行到違規修訂還有計劃回報 在這段期來進行到選擇 在四月才開始的正式開用 將由交通隊來發出的發展 讓右邊將才不讓違規停車 該市政府交通室表示 中山路火車站到噴水地這段路 世界上非常勞烈重要的代表 車流坐 交通流亦大 等級路外 民眾貪圖方便 違規停車是最發生 比如說紅紅線違規停車 並白停車 以及違規停地公車停客區 最先擁有人安全問題 從年開始用科技設備 為火車站到噴水地 總共設備備走蓋載 有非常路線 目的是減少交通塑膠 讓用路更安全 也希望藉由科技執法 會用民眾交通修法來好習慣 去年我們開始執行這個 一個用科技執法 科技的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去做這個所謂的違規的這樣子的一個 取締跟子彈告發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這個設備我們已經做好了 那從火車站這個地方到 到中央噴水一共設置了八組的 這個所謂那個設備器材 那這個設備器材會有一些錄影的動作 然後會有一個去判別是不是違規 那然後最後會有那個會整資料 會到最後的治單 交通修表時 共産路因素路邊停車家 到酒邊高處停車場 總共有1,410位停車位 請有停車輸給加蘇琳 可以多多利用路邊停車 也就是酒邊的停車場 另外角力時段 也可以停在古丁揮大型停車場 減少在市區找的停車位 也就是白隊進入市區停車場的時間 該市警察局交通隊表時 紅紅山為貴停車 也就是在公車9號站 10公車來停車出600元至1200元 不定的罰款 並白停車出2400元的罰款 所以你閃到面該市 你拆後不得